6月28日 习近平簽署主席令 宣布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这个法例将在2025年5月1日实施 这个消息一出 纳克引发炸窩效应 海外知名媒体纷纷質疑 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搞人民公社呢 这种担忧绝非几人休天 这个新出奴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指的是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 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地区性经济组织 包括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组级集体经济组织 这个地区性经济组织 和过去的人民公社结构很相似 人民公社曾经在中国农村发展史上 一而再再而三被证明是失败的组织形式 为什么习近平现在非要重走这条屡次失败的路呢? 其实早在80年代初习近平在政定院任职的时候曾经力挺包产道户 而包产道户是对人民公社的直接挑战 习近平在后来CCTV.com主办的 他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节目中还称赞包产道户 他说整个大包干的进程是一个历史进程 中国要在新的历史征程上继续搞好改革开放 坚持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但是都还未到50年 习近平为什么就动摇呢? 有些人说这是为了备战为了攻台 有些人就说这是为了回归计划经济 这些推测都有道理 最近的确有不少迹象显示 中共在加紧团积战备物资 包括粮食石油黄金等等 但是我认为即使没有这样的因素 习近平都要鼓吹农村集体经济 他这样做是为了控制农村 控制农业和控制农民 他认为农民处于散沙状态 基层党组织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对他的政权不利 2014年 他在他的专注摆脱贫困一书中强调 建设好农村党组织 是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 他批评有些农村党员干部 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发挥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 认为包产到鸟户 不要党之暴 有些农村党员用金钱代替宗旨 用实惠代替理想 放弃了党员的冒犯带头作用 可以说 加强党对整个农村的控制 是习近平在过去十年里面一直追求的统治状态 对于习近平的控制欲和控制目的 这个组织法则毫不备毁 他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 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 是提升党组织凝聚力 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 这个法例还要求 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 要坚持党的领导 习近平以党的名义如此控制农村 农业和农民 农民的经济活动将会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 首先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可能会得而复失 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 由安徽凤阳小江村十八户村民农着杀头坐牢的危险 秘密签署了协议 就此拉开了中国农民的土地承包扎任制改革 这场改革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而习近平的经济组织法对农民的自主权似乎并不感兴趣 他强调的是组织开展集体财产经营管理 分配使用集体收益 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村民自治等等 其次取消的农业税可能会卷土重来 农业税是指农民按照一定比例缴纳的一种税收 起征于1955年 由于乡村干部经常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农业税 抑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引发农民的极度反感 于是在2003年取消 但是新的经济组织法在第50条中声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等等 这里的纳税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剥削农民 第三 盛乡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农民农村在过去因为改革取得的一点进步 可能会因为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法被打回原形 控制农民控制农村是习近平的根本目的 而组织法是帮助它控制农民和农村的帮控 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的控制伸向了农村最基层 这个是否意味着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 将会全面倒退呢 中国80年代的改革从农村开始 习近平的全面复辟 是否都要从农村开始呢 这个值得我们的进一步观察 以上是未普及评论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胡帅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